河中部落有一颗百年以上的巨木守护着部落家园 早年有便道可以行走 让大家到这边可以游玩打卡拍照 而由于便道常年失修加上雨水冲刷 可以说是现在面目全非了 为了争取地方建设 让这里可以成为大家游玩的好地方 秀林乡名代表连一龙也向立委孔文吉反应 同时获得公路局还有花莲县政府的正面回应 总和平村河中部落的三角下 开着进步车五分钟就会到前往巨木的便道 秀林下面代表连一龙带着本台记者 前往河中部落三中经历的命境 沿路上的原始森林可以说是相当神秘 因为这里可以说是太陆格族人们的猎场 守护着这美丽的家园 秀林下面的连一龙表示 早期这里有便道可以方便游客和族人们 直接走到巨木这里 由于便道常年失修 加上处事流的清洗 沿路上可以说是惨破不堪 为了争取地方建设 并且向立位孔文及反应来为地方建设 这棵大树 林林将近也经过一个东华大学的教授来会看之后 大概有百年的年纪 那这个老树我们部落来讲 是后续才发现到的 然后经过上来之后 那这个主要就是路径的话 以前有做一些便道 那当时也是业者做的一个便道 经过土石流 然后侵害的时候 现在变成这些铁架的道路 它用便道用铁架的方式做成道路 那现在已经堪烂堪烂不堪 上来的时候比较困难 在行走上也有安全的疑虑 于是在今年的年初 透过立法委员拱文集 我们也提出我们的人民的诚情跟诉求 那委员在这边也非常感谢他的支持 然后透过基层座谈 也行文给我们的当地的县政府 一些承办单位 相关的承办单位进行会刊 在今年的三月初我们也进行会刊 那会刊之后 后续我也希望我们的地方政府 不管是我们的县政府的观光处 还是建设处相关单位 我们的水宝局也来看过了 因为跟水宝局没有直接性的关系 也回文了 那现在目的是说 希望后续可以管制办理 让我们促进地方的观光发展 学院上面代表林一龙 也担任起部落观光大使来介绍一下 河中部落的巨大神木 这一棵我们外面都讲神木 那不光是这棵神木 实际上在我们部落 是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木头 那为了让它名称好听 所以我们讲神木 当地是讲说这棵神木 已经在这边很久了 那也不知道怎么跟它称呼 那当地主任可能称了一个 所谓的带来一个吉祥的意识 那这棵树目前来讲 在我们这个社区部的范围 就这棵是最大棵的一棵树在这边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是 保护我们的家园一个象征 学院下面代表林伦表示 由于变道还没有维修 也请大家来到这里时候 务必要请当地的主任 来当祥导 在沿路上可以相互照应 以安全考量才是最重要的 他也会持续追踪 这一条变道的建设 完工之后 也欢迎大家来这里来打开游玩 记得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